這一波被逼著 每個人要表明心機的 是誰造成 不就你在心裡造成了嗎 明明是你自己是始作俑者 然後你現在一副好像 哇我沒有體會的啊 可是這幾年來 在台灣 你看看 薩泰爾 柏恩 賀龍 只要做了一點 有為逆 民進黨政 超家滅族啊 其實台灣 比大陸還狠啊 自殺貓沒事還去查那個 黃國昌的小孩 去搞人家家人會不會太誇張 台灣再也不需要為了你的認同而道歉 沒有道歉我們把你打到跪下來 這是段儀康講的 6月要到了 讓我們告別5月吧 然後賴清德說 大家要體諒他 然後段儀康說要告別5月 我們到底要聽誰的 其實我說真的 你要不要去想想看 賴清德這一波被逼著 就是每個人要表明心機的 是誰造成的 不就你賴清德造成的嗎 明明是你自己是始作俑者 然後你現在一副好像 哇我們要體會的啊 他們好可憐哦 拜託哦 老實說很多像沈柏洋還在講說 什麼 這是什麼 已經觸統 觸你個頭啦 老公現在的態度其實超簡單的 就是 你可以不認同我 你不認同我你就不要來台灣賺錢 不要來大陸賺錢 就是這樣 他們態度就是這樣子啊 你要來這邊賺錢你就要認同我 我覺得這也很合理啊 以前 記得周子瑜的事情 是啊 我們在電視上也狂幹啊 說 韓國的經濟公司他媽有沒有一點腰股 為什麼要道歉 是你安排的節目讓他拿中華民國國旗 是啊 結果出事你加出來道歉 媽混蛋有沒有擔當 我們那時候講 希望藝術歸藝術 政治歸政治 可是這幾年來 在台灣 你看看 薩泰爾 包含了博恩 包含了賀榮 只要做了一點 只要做了一點 有違逆 我黨政府 民進黨政府 的一點點事情 抄家滅族啊 抄家滅族怎麼抄 最近可不可以言上的就是GIM 對啊 GIM啊 就這個叫大家不要再跟他合作 然後 還有白鄰國 我跟你講 白鄰國不過就是 到了現場就跟他打招呼 他被他喊滾出去 已經列出了白鄰國的贊助商 是 其實台灣 比大陸還狠啊 你們現在到處去出征 到處去查人家水表 最近不是那個 四插貓沒事還去查那個 那個誰 黃國昌的小孩 他還跑去查那個 許巧鑫他家 是啊 我覺得 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你可以討厭黃國昌 你可以去跟他爭鋒相對 但是去搞人家家人 會不會太誇張 你都這樣搞了 那請問 請問對岸 讓他們表態 有什麼不對 他因為廣告詞說很好啊 只要有我在執政 台灣 再也不需要為了你的認同 而 而道歉 對沒有道歉 我們把你打到跪下來 你不用道歉啊 因為你道歉也沒有用 我一點高度都沒有 根本沒辦法去講說 對岸讓藝人表態有什麼不對的 王志安就說 啊 我們覺得你不應該 找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 身障律師 然後就直接找一個理由 說他來這邊 上節目 然後違反你入境 沒有驅逐啦 因為他早走了 直接禁止你入境五年 為什麼我們現在已經失去了道德的至高點 就是過去八年 過去十年 民進黨跟他的圖眾 對待任何的藝術家 演藝表演者 只要你有一點點的不忠誠 就是超家滅族 就是搞到你 沒有飯吃 你說那個統神 搞到嗎 他兩個頻道都再見 是啊 你跟我講說沒有沒有 是他自己亂講話 操 他要不是得罪民進黨 你們會這樣洗人家 我老實講 那絕對是 被硬檢舉下來 對啊 那當然統神有說錯一句話 欸 是沒有錯 我同意 我也不支持統神的所有言論 但是你動他 不就是因為他動到 你們的飯碗嗎